關心國內疫情 今天是新增實例 境外移入病例 其中半數是突破性感染 還有兩名移工染疫 指揮中心表示 不會因此停止專案輸入 至於青少年第二劑BNT 目前是暫緩校園接種 是不是可以到院所來施打 指揮中心表示 如果是高風險族群 而且有強烈的意願 是不禁止 至於國內的第二劑 疫苗覆蓋率 已經破五成大關 指揮官陳時中 明年將會公布 跨年活動相關的防疫措施 國內本土持續加零 以及連續二十一天零確診 也沒有死亡個案 不過一口氣新增 十例境外移入病例 有五人屬於突破性感染 其中外籍人士 七位病例中分別為 兩名境外生 兩名移工 一名漁工以及兩名船員 此外國內十二到十七歲青少年 目前暫緩校園接種第二劑 BNT 家長是否可以自行帶孩子 去校外的醫療院所接種呢 指揮中心表示 如果是高風險族群 有特殊需求 而且有強烈接種意願者 指揮中心不阻止 而在疫苗接種部分 第一劑疫苗人口涵蓋率為 百分之七十七點三四 第二劑則為百分之五十點五 已經破百分之五十大關 跨年活動等相關防疫措施 週五將由指揮官陳時中 親自宣布 另外由台積電鴻海永林 慈濟等企業民間團體 捐贈的第十三批 BNT疫苗 大約九十三點八三萬劑 二十五號上午 運抵桃園機場 累計BNT到貨 已經達一千零四十七點 四十四萬劑 記者 蔡水民 蔣龍翔 詹淑雲 台北桃園採訪報導